-IQ R 我覺得我們現在這平台 我們這邊吵或者媒體這邊操作 有時候是我們想多了 搞不好這根本就是 明聯本身已經到達一個瓶頸了 他們從這兩屆大選 過往這兩屆大選看起來 最好的成績就是這樣子 他不能再去到更好的成績 那要怎麼辦 現在我們要搞一個新的策略 這個策略什麼 就搞新的一個聯盟出來 但是你要搞新聯盟出來 你必須要有一些事情發生 搞不好事情都是一些炒作 是不是內部的一個共同 我覺得他們沒有那麼聰明 還聰明不到那一步 他們的聰明是說 我要拿我最適合我的這一塊勢力 你說現在行動黨 他真的顧及到了要推翻國政 要政黨替換嗎 現在他不顧及這些 他覺得這些離他自己的夢想還很遠 他現在顧及了就是說 我怎麼樣繼續在這個基本盤 就是華人社會裡面 繼續讓我行動黨成為一個 我不能夠替代的一個英雄 這是其一其二 我怎麼樣能夠延續 我們臨時父子的這個政治生命 因為這個林吉祥已經是 第幾屆的這個顧問了 對吧 林冠英的這個什麼 這個總秘書 秘書長的這個也要到期了 那兩年臨時父子就要被台上 這個顧問委員會當委員了 那這個行動黨未來怎麼辦呢 所以當進行了這麼一場運動之後 這臨時父子的地位就不能夠取代 就是非常的重要 但是我個人看法 你可以去告這個反彈會查我 也沒問題 也可以攻擊 對 留言攻擊 但問題是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就是行動黨必須再一次的 因為上一屆大選308的時候 它的這個支持率到了 華社至於90%了 這回是略退 略退退一點也就算了 如果退多的話 對行動黨是非常不利的 所以剛才蔡天燕也講了 行動黨它能夠在很多課題 在華社炒熱 那伊斯蘭黨可能在馬來社會 也能夠炒熱一些的這樣子的課題 那麼他們都有自己的這個考量 反而公眾黨呢 因為它所處的這個地位 最尷尬 你說它尷尬也是 其實它也有它自己的 一個小小的基本盤 它基本盤 決然沒有行動黨大 也沒有那個伊斯蘭黨大 但它的基本盤呢 集中在這個城市中產階級的 馬來人和是受英文教育的 這個群體 在這一部分人裡面 那我會這樣子看 我不如這樣子說 就是說它的這個基本盤是來自哪裡呢 就是行動黨 不要行動黨的人 也不要伊斯蘭黨的人 只能夠選擇公正黨 就人家剩下的 這麼說難聽一點 不是這麼說 其實公正黨在308之後啊 有很多人前不後續 湧到公正黨去了 認為公正黨是一個真正的選擇 是一個多元的政黨的選擇 但是做著做著做著 它又回去了 就是開始加入公正黨的 又跑去行動黨了 為什麼呢 因為它是華人底的 那個跑去這個伊斯蘭黨的 為什麼呢 它覺得公正黨不太伊斯蘭 它就跑回伊斯蘭黨了 就是馬來底的 剩下的就是這個英文底的 那差不多就呆在那邊 就留在那邊 這個就是一個現實 所以很多人在討論這些問題的時候 他沒有看到這個他這些所謂政黨的基本盤的這些現實 所以公正黨你說這個位置很干外吧 其實我覺得現在公正黨的位置是很好的 為什麼很好呢 就是說不管你們怎麼鬧 你們都離不開我 但前提是這個新聯盟東加還沒成立 當成立了過後呢 可能他又回覆到這個 他只能夠公正黨是作為東加 沒有可能行動黨去做東加的 這個不可能 也不可能伊斯蘭黨去做東加 那最終雖然安華在監獄裡面 但是這個這個叫做什麼 這個共主的責任還是公正黨 所以現在呢就是不論是誰 不論是汪阿吉沙也好 或者是阿斯敏都好 就他們都不會很刻意的去想 他也不用很大聲說話了 我就是這樣子 反正我要照這個力量 誰都要跟我合作 誰敢不跟他合作 今天 對吧 對沒有選擇 你完全沒有選擇 所以其實看上去 似乎公正黨是很尷尬的 但事實上公正黨的這個 余窩 對 公正黨的這個位置呢 實際上呢是使得 不論是行動黨還是伊斯蘭黨 都不不得不跟他進行合作 甚至於心希望 也必須要到公正黨前面去敗門 所以你看今天我們談了那麼多 我們就其實有些東西呢 就是這個新聯盟啊 究竟接下來會是怎麼回事呢 我們當然還有的在看了 肯定有很多好戲在上場 那目前只是一個開始 那當然呢 陸續在未來的日子當中呢 我們當然會安排更多相關的新聞 因為畢竟像剛剛加滿你也提到 我們想要詳細的更進一步的談 也沒有辦法 因為有太多的東西是 處在沒有模糊的狀況 點擊下連結 接收最新的流言台資訊 你好 我是東盟傳媒流言台的順人